主持人請 痛苦之後 卻又咬緊牙關 每次在這種重要時刻 學要咬緊牙關的時候發現 牙齒咬不緊 而且咬下去會痛 這時候幹怎麼辦呢 不要擔心 我們今天來到這間 位於板橋江子翠捷運站的 米蘭史上牙醫診所 這間診所跟以前印象那種 膽戰心驚的診所都很不一樣喔 它的公共區域 可以媲美飯店等級的 那麼厲害 來這邊看病的病人都不會感覺到疼痛喔 從此以後我們就可以放心的搖緊牙關了 那麼厲害 一起去敲敲吧 一進米蘭時尚診所 明亮時尚的裝潢 有種launch bar的奢華風格 讓人心情馬上就放鬆了不少 而米蘭的醫師陣容四位影子排開 個個可都大有來頭 國醫師你好 我是怡萱 是 國醫師我有個問題啊 就是我的牙齒因為都有固定檢查 所以已經算是健康的 但是總希望它可以再白一點會更好 更加分 所以呢我想問就是有沒有什麼 適合我的牙齒美白療程 是可以推薦給我的呢 那目前市面上算最精 而且效果最好 而且就是最不上牙齒的美白 主要是首推居家美白 追求牙齒美白最擔心的就是花了冤枉錢 又沒效果 甚至還有副作用 而居家美白是指 經由醫師指示 在家中進行美白牙齒 醫師會依照個人製作專屬牙脫 將漂白藥劑放在牙脫上 每天睡前自行戴上 由於使用低濃度藥劑 比較不會傷害牙齒 嘿嘿 這是我剛造的X光片 醫生說我的牙齒包養得很好喔 耶 院內超人氣的美女牙醫就是這位 呂孟萍 上過各大新聞節目 因為亮麗的外型 神似藝人周慧敏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但其實呂醫師畢業於台大牙醫系 除了美貌之外 牙齒矫正也是呂醫師的專長喔 呂醫師你好 我是怡萱 你好 怡萱 是 呂醫師 我有幾個問題想要請問你 就是像我們一般啊 傳統的矫正牙齒呢 它呢是戴著外面的嘛 所以看起來比較不美觀 而且一戴呢 又可能是兩三年 時間非常的長 那在現在的科技呢 有沒有什麼牙套呢 是可以在它的方式 或在它的材質上面有所改進 看起來比較美觀的呢 有啊 現在有一個最夯的隱形牙套喔 最夯的隱形牙套 為什麼它叫做隱形牙套 它看不見嗎 它幾乎看不見 我們傳統的方式是一種矫正器 可能是金屬 就是銀色 或者是陶瓷透明的 但是還是要很強的異物感都黏在牙齒上 對 那隱形牙套它的方式是用數位電腦 設計出二三十組完全透明的模型 就像牙扣一樣泡在牙齒上 所以它不會不舒適 然後它的幾乎遠看幾乎看不出來 近看也是一樣 所以我看不出來你有戴牙套 可是它卻默默的在幫你做矯正 對 幾乎看不見 很多藝人都會選這個方式 而且它吃飯的時候可以拿下來嗎 因為像傳統的牙套可能會卡東西進去 對 它可以拿下來 所以就要除了吃飯之外都可以戴 那這個非常方便 我覺得可以想要矯正牙齒的朋友呢 就是有福了 台灣高達六成多的人 有咬合不正的問題 而牙齒矯正是將牙齒重新排列 恢復到正確的位置 讓牙齒能正常咀嚼及咬合 同時達到牙齒美容 臉型雕塑的功效 除了美白和矯正技術 現在的植牙技術也已經越來越進步了 嘴巴缺一顆牙實在很醒目 有的人是為了美觀 有的人則是為了健康問題而去植牙 那到底什麼時候才需要植牙呢 林醫師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什麼樣的人可以做植牙呢 基本上只要病人有缺牙的情況 經過我們的評估 它適合植牙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做植牙的手術進行 那植牙它植完以後還會再鑄掉嗎 基本上植牙的話它是太金屬 包括牙根的部分是太金屬整肢的 所以它不會像真牙這樣子會有助牙的問題 喔 那請問整個療程大概需要花多久的時間呢 基本上從植入到做完牙齒的時候 基本上需要半年左右的時間 需要半年的時間 植牙最大的好處就是生活品質的改善 因為牙齒不好會影響到很多健康的問題 而植牙的外觀和咬東西的感覺是跟真牙一樣的 牙床不會再繼續穩縮下去 去破壞到其他真牙 可以讓你重新找回一口好牙的自信喔 不管是美白還是矯正甚至是直牙 都需要經過完整的素前諮詢 並且針對身體的狀況進行評估 然後擬定出完整的治療計畫 而術後的定期回診追蹤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謹慎的選擇專業也值得信賴的醫師 才可以確保整體治療的完整性 而我們米蘭時尚牙醫診所的專業醫師團隊 絕對是您最佳的選擇 靜心